因为《Melody》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我上初中的时候 那会儿跟同学出去唱歌 是必点曲目 是一定要唱这首歌 但是我觉得这个调儿吧 虽然是能感受到你们两个不太舒服 但是到后期的那种不舒服感 反倒有一种很惊心的感觉 就是有一种生理上的冲击 就也挺奇妙的 然后米卡 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她唱歌 然后我觉得她声线非常好听 声音里边的这种细小的颗粒感 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歌手都有的 对 对 所以让我听了 他们两个的声音摩擦在一起 真的是摩擦在一起 别有一番风味 我觉得真的 毕晨老师每次我在舞台上 我都能听到两个字 揪心 莫名地让你好揪心啊 有一种很揪心的感觉 就很揪心 这个毕晨的夸人我是学不会的 真的啦 其实她的揪心是夸你唱得好 唱到那个揪心 当然 我知道 我知道 是夸 吃夸 吃夸 我到底是多让人揪心 米卡我之前因为我跟她很熟 我看过她很多的舞台 米卡是一个特别特别认真的一个小男孩 她随身有个本子 平时听到什么词 也是会写在本子上去学 中文对她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 她是连一二三四都是没有听过的一个状态 所以现在我看到她的中文 其实已经是好了非常多 刚才她在唱melody的时候 她完全是以理解中文的状态去唱的 包括唱到一些动作的时候 她说在我心里 所以米卡每一次在舞台上的态度 我也是特别喜欢的 会不会因为重视 这个舞台再有一点紧张 非常紧张 紧张 我紧张 对于她的歌词的表达 你也是理解的对不对 理解 我都学就是发音 然后这首歌的歌词的意思 我都学 我一直唱歌的时候 我想知道 我要知道那首歌的意思 和情绪所以你要表达 对 她从早唱到晚 从天黑唱到天亮 天亮唱到天黑 因为我的化妆师跟她是同一层 我进去化妆 我说这楼有人在唱melody 然后出来之后还在唱 然后一到休息室还在唱 从早唱到晚 你是几点开始唱的 从早上到 一点 早上到一点 早上到凌晨一点 对 真的很刻苦 我倒是有一些小的建议给Mika 像唱R&B这样的曲风 一定要放松 很多你搞不清楚了咬字 哪怕你哼过去 用你最舒服的方式去把它表达出来 也比你把它非常紧地唱出来要好 像这样的音乐 我们不需要去那种严丝合缝的去把它完成掉 严丝合缝的听不懂 严丝合缝听不懂 好吗 少还能翻译一下吗 太难了吧 严丝合缝 这样怎么 这样怎么跟你解释啊 就是极度的match 极度match 对 对 好的 好的